今天的目標 下載這個上禮拜做的 今天是把這個做完 按下去嘛 就是像這樣 這邊的話就是 有這個嘛 它會先刪掉 然後再產生一個 然後再產生各區的比例圖 那這個各區比例一樣啦 就是 就是這五個按鈕 那分別把它完成 那目前我們的進度 就是已經第二個啦 那底下還有 不過這兩個其實 跟這個其實還蠻類似的 反正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按下這一個 是一個表一個圖嘛 那一樣嘛 這個各區比例圖 也是一個表一個圖 所以一樣是 如果存在就把它刪掉 那刪掉之後的話呢 就是一個表 有沒有 各區嘛 我們這個地方好像 多做了一個排序的動作 有沒有按照什麼排序 按照它那個各區的 這個數量排序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呢 多一個 多幾個動作 就是說呢 圓形圖部分 多圖例說明 比較不一樣啦 因為折線圖上面 好像不需要什麼圖例 像這個是一定要有一個什麼圖例嘛 我還有跟各位講 暗右肩這邊有個什麼 新增那個什麼圖說文字嘛 然後另外的話 把最多的這個 中山區把它炸開 本來在這裡 把它炸開 炸開大概差不多多少 十左右啦 其實這個也是用錄製 如果假設 有一些你不會寫 沒關係 你就針對 你不會寫那部分去錄製 然後把它放到你會寫的地方去 那不就可以 變成我們要的程式了嗎 OK 所以呢 首先當然 這個地方 第一個也是樞紐表 那這個樞紐表 因為跟前面蠻類似的啦 所以我大概演示一下 那當然我是把它另外再開一個module 我是放到module 3裡面 那首先的話 當然我是先 先加一個什麼 樞紐表 但因為要區隔 跟前面的那個聚集不一樣 不一樣的名稱 所以我這邊加個底線區 OK 想不到別的辦法 反正就加一個 不一樣的名稱就對了 那一樣就是 把剛剛那個回圈判斷 是不是有這個名稱 這叫什麼名稱 這個應該不是這個名稱 應該叫各區比例圖啦 這個可能改一下 各區比例圖的那個 直接拿這個來 call比較快 工作表是否存在 然後把它刪 各區比例圖 那這個地方我是有加啦 其實你說加不加這個 可能就看你們 用的版本 是會有可能用到舊的版本 如果有還是加一下比較保險 然後就把它刪掉 那再來一樣嘛 就是add有沒有 這個其實跟剛剛的差不多 然後add之後呢 把他這個工作表名稱 把它換掉 把它換成這一個 然後呢 一樣就是 增加那個樞紐分析表 那裡面可能比較特別注意一樣 這個名稱 資料 驚嘆號 一定是這個名稱 然後 放的位置的話 就把它放在A3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寫的方式 跟剛剛有點不太一樣 有沒有發現 剛剛怎麼寫 叫做 R3 C3 有沒有 寫這樣也可以啦 可是你說 老師那R3 C3 如果我覺得看這個 不習慣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range 你用range物件來代替 range 然後這邊就是 跟他講說放A3的位置 OK 所以喔 如果你不習慣 你可以改 OK 如果你說 老師那我不想改 也可以啦 OK 這個是兩可的 根據講 除了 像剛剛R3 C3 外面有雙引號 除了可以改這個之外 另外 我記得還有一個改法 就是 如果更簡單 你連range都不用 外面加中刮弧就可以 這樣子 我試試看好了 應該這樣 這樣應該OK 我把這邊設個 如果不確定 這邊設個中斷點 然後讓它跑跑看好了 然後 執行看看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名稱 有好幾種表示方法 就是說儲存格坐標 你可以是 前後雙引號R3 C3 也可以是rangeA3 我看這個方法會不會OK 可以耶 有沒有 至於哪一種比較方便 那就看各位啦 不過看起來好像這個寫法最簡單 你說老師 那個rangeA3跟這個有什麼差別 其實結果是一樣的啦 但是 其實坊間 我是有看到有一本書在講說 有一個地方會比較不一樣 就是執行效率上面 也就是說這個方法 雖然我們寫的時候比較簡單 可是將來 你在執行的時候 它變成它轉換 它要把這個敷術轉換成物件的方式 所以可能會讓執行效率變得比較差 至於會多差 其實我是沒感覺啦 因為我覺得好像 差距只要是不到一秒鐘 你都無感啦 還有因為現在的電腦跑太快了 所以啦 我建議你剛才記這個也可以 你如果不想打那個rangeA3那麼長的話 打這樣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另外上面這個可不可以改 其實也可以改啦 這個字太小了 我把它放大一下好了 但是你說不改可不可以啦 其實也可以啦 所以有些地方兩可的話 我就可能不太講 但是如果 類似同樣的狀況有沒有 它這個叫什麼 R1C1 那這個是什麼 就A3嘛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可以把它改成 A 等一下 R1應該是A1啦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什麼 R3 3這個有沒有 那C8 C8應該多少 所以這個應該是什麼 D8藍 F7 A應該是H 所以這個是H H3528 所以H3應該是H Ctrl向下 沒錯 H3 所以這個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改的話 你一樣的道理可以改這樣 H 改這樣 有沒有 如果假設你看的實在不順眼 那你把它改一下 然後呢 記得喔 如果你改成這樣 你記得外面要加裝瓜糊 你就不能用雙引號這樣子 你可以跑跑看 理論上我記得這樣也OK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寫法 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用那個 用那個 range的話 那你就變成說改的話 我把它寫在旁邊好了 如果你要用那個物件的方式寫的話 那就是 sheets 括弧 然後他工作表名稱就是資料 然後後面加個點有沒有 然後後面加range 然後範圍的話就是這樣 把A這個放在這裡 後括弧 這樣的話是物件的寫法 應該看得懂意思吧 所以這個指的是工作表 這樣的寫法 那這個的話是指的是它的範圍 OK 那當然啦 我自己個人習慣 我會把它改成後面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熟 我怕你們記不起來 所以剛開始啦 也許你不改沒關係 改簡單一點沒關係 所以乾脆你先改一個中八弧 看得懂為原則啦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大概說明一下 這個先補充一下 之後也許 假如你慢慢各位熟悉之後 我可能會 盡可能大部分都把它改成 比較OK的寫法 OK 這邊停一下好了 那這裡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給做出來 然後 看一下其他什麼 再把它跑一下 所以特別是從這邊按一下按鈕 然後它會做出這個結果出來 這邊是個中段點 讓它跑一下 這個先call 所以它會先判斷有沒有 有 就把它刪掉 也刪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增加 然後把這些動作都 那這邊一樣喔 一定要 錄製的話 一定要先直再列 不然好像一樣會出現問題 然後 我這邊是有加 把它改成百分比啦 不過這個百分比不加也沒關係 我前面好像講的時候沒有 這個我之前錄製有 然後排序 排序的話一定是郵標放在B4 然後按一下排序 OK 然後再畫個圖 畫個圖其實也是一樣喔 前面的部分呢是 好像是 含有標記的 可是圓形圖 就是251 跟Xlπ 所以不一樣啦 當然這個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用錄製的 然後面一樣就是加上它的坐標 所以你會發現 這兩個一模一樣耶 所以你可以拿前面來複製貼 那寬跟高也不一樣 寬跟高也一樣 有沒有 這個是10欄寬 列的話呢我是20啦 那前面是15啦 反正這好像差不多 所以 OK 然後他就把這個圖畫出來 然後範圍 下面這個是範圍 那再來的話 比較特殊就是圖說 上面沒有那個圖說文字 所以圖說文字可能你要錄一下 圖說文字的話 基本上就這一行啦 這個叫什麼 叫做 MSO的Element 然後Data Label Callout 就這個東西啦 這個其實 應該也不太需要背啦 如果你不會你用錄製的 它會出來 那炸開的話呢比較麻煩 就這三行 就是先選全部 所以這一行是整個選全部 然後這一行的話是選什麼 Point1 Point1指的是 應該是中瞻區 是指的是第一個 有沒有 有沒有 他後面就是選一個 OK 我發現這行沒辦法精簡 然後再把它炸開 炸開的話就是選到的那個叫selection 那它炸開的話叫expulsion 有沒有 等於10 炸開 如果你要多就加一點 少就少一點 那這個不會寫可能錄啦 錄了之後把它放上去這樣OK 那這個應該跟前面一樣 有沒有 它的chart title 給它一個名稱 顏色變紅的 20號字 然後出體字 OK 那這個其實可以拿剛剛的來call 就OK了 然後這個的話 Lection 就是圖粒部分 可以刪掉 圖粒 這邊有圖粒 圖粒在這邊 把它關掉 那一樣 就是haslection 等於false 或者等於0也可以 這個地方就關掉了 當然你說 老師那我將來要留著 可不可以啦 反正這個 我是覺得 因為 上面已經過清楚了 然後留那個感覺有點太多餘 所以理論上我會把它刪掉 好 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完成了 好 所以最後的話 當然我們又往前推進了一步 又多了一個 好 愛像 自動幫我畫這個跟這個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要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好 所以我們又完成了第三個按鈕 OK 那再來就剩下第四個按鈕 入接到 就是說做法一樣 反正是樞紐表 好 然後樞紐圖 然後最後呢 增加一個按鈕 嘿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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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